那個認知的話 我在不久前是擔任 尹農老師的樂手 所以我都叫他老師 在現場是幫他彈一些keyboard 一些有的沒的東西這樣子 對 你還有做一些歌 所以我也要叫你一聲老師 是 沒錯 我們滿大爽的 他也是都在叫我老師這樣 雖然聽起來蠻奇怪的這樣 與您同台真的是 好 你說 你說 對不起 一直打斷你的那個vine 你繼續講 我跟您講什麼 沒有 我跟您一起同台的時候 那個狀態就是 跟平常我自己表演的時候差很多 就會有一種 還是老師先好了 這種感覺 好煩喔 我覺得不行 不能僭越 不能多踏出一步這樣 我剛剛一直想靠近他 然後他就一直 就保持一個距離 好啦 他是The Crank 我是建議農 再下一次 哈囉 大家好 很高興見到大家 很開心嗎 呃 您說 您說 對 沒有 因為就是 就是如The Crank 剛剛所說 就是他以前是我 2017年 我就是 以個人身份 重新出道的時候 他那時候是我的樂手 對 然後 彈 keyboard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 製作了很多我的歌 那後來他 他自己出來出唱片了 然後出唱片 會這樣一個 就 像 Old School的一個使用方式 對 一個很 Old School的一個使用方式 出道了 對不對 那就是這次很開心 因為還記得 的湊合 我們兩個終於 直直通胎 然後那個感覺真的很奇幻 就是 最近 其實我有點害羞啦 所以我才不知道該不會靠那麼近 因為我通常 跟年距離大概是差不多 像這樣子 我覺得比較自在一點 其實我也有一點害羞 而且我們今天 就是久違的在那個 我們中間有休息的時間 然後我們就一起吃便當這樣子 然後 好像畢律 好久沒有一起吃飯 這樣子 對 回家的感覺 回家的感覺 沒有沒有 我這個 我們等一下有多少時間可以talking 我其實不請 我去人家 因為我大概有一個 二十分鐘左右的故事 想要再講 大概從我這個人的 起承轉合 一路聊到 您對我的影響這樣 喔 接近我嗎 啊 接近我 什麼 等一下那個 等一下再說話 好啦 我們要先 那我們 我們要先來唱一首的款歌 沒有問題 我等一下唱完 還有時間講這故事嗎 那不然你先講 真的嗎 對對你先講 起始一下 你知道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是什麼時候嗎 唉唷 不知道 綜藝了這個 什麼時候 就是 那時候您還對我沒有任何的潛在認知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是我要上大學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就是跟我的高中的好麻吉 我們想要去小白兔裝的酷酷的樣子 去聽一些唱片這樣子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 因為有認識到一些獨立樂團 然後很想要多認識一些 我們就問店員說 我們喜歡什麼什麼樣的東西 你會沒介紹什麼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那個店員就介紹了一些東西 然後 可是在那個當下我們就是 就是 可能因為我們是年輕的直男 然後那時候 兩個人有一個會 就是會心一笑的狀態是 這個姐姐很可愛 然後 那時候我就想說 這個是誰 應該就是小白兔的店員吧 然後我們就走到櫃台前面要結帳的時候 就是那個店員就站在櫃台前面 然後後面有一張海報 海報上面寫正宜的海灣星 然後我想說這不就是這一位嗎 從那之後我就開始聽您的音樂聽到現在了 那時候你剪短頭髮 所以有一點跟原本對大家對你的印象有點不一樣 然後我就 哇就是 對 然後直到後來有幸做您的這個樂手跟製作人等等等等 好分享完這個故事了 好 感謝大家聆聽 我第一次聽耶 欸我第一次聽耶 真的嗎 沒有 您在喝醉的時候我有跟你分享過 對對對 你只是忘記了 對 有些事情只是對 好 好了 很榮幸 好我很榮幸 我們就在這個 好的 帶來一首我的單曲 對 由老師一同合唱 這首單曲 叫做 拉米公子 拉米公子